达凤村地处云南省东南方向中越边境一线 这里建设的扶贫车间让当地村民实现了不出远门就能赚钱养家的梦想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小巴子镇达凤村实际探访 顺着一条蜿蜒的近村路向前延伸 达凤村显得错落有致 扶贫车间依山而建,坐落在村落中间 一阵有节奏的作业声吸引了记者注意 扶贫车间内身着不同民族服装的工人们正在埋头工作 李壮彪正在对一些设备进行反攻 他告诉记者,2019年前他一直在外务工 扶贫车间的工作让他有了在家门口工作的机会 用工具轻轻拨弄红线 把仪器依次进行反攻后修复 李仲彪经过数月培训后工作已经相当熟练 他告诉记者,扶贫车间向村民提供简单易学 容易上手的产品品种,提供免费技术培训 以基建方式支付报酬,工资按月结算 这种多劳多得的就业方式可让他每月获得1000元至3000元的收入 相对于外出务工有更高收入 在家门口的工作让他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在车间里面,除了年轻的工人外,也有居家妇女被聘用为分线工或勾工 对于李海燕来说,自己的这份工作能够缓解家里的压力 现在老公在家里面就是养了几头鸟 然后就是造个那个老人 就是长了两母的一米,长得有吃的 所以我在这里上班就是每个月人拿到一点点工资 就是这样养和一家人的 在记者探访过程中,一条车间建在家门口 打工不再往外走的标语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据管理者介绍,扶贫车间主要的意义就是为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用工作把人留住,守边顾边 我们土地可利用率嘛,偏低,然后说发展其他产业的话 老百姓一个是风险比较高,然后一个是投资成本比较大 所以当时我们考虑的还是传统产业 但是我们要通过龙头企业来带动 还是想把老百姓留在本地 又解决收入,又能够守土顾边 能够寫毕竟